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号是上家 如果说本家跟上家的身份为同阵营的身份 然后这种情况下本家正确争演 两家是各家零点五分的 比如说一号玩家和二号玩家 然后二号玩家正确再会争演 因为他们是同阵营都是好人 然后一号玩家把女巫给当了二号 二号确实正确判断自己是女巫身份 那么这两个好人阵营的玩家 共分一分的附加分就是各零点五分 到目前为止讲清楚了吧 然后如果说上家跟本家是不同阵营的情况 如果本家正确争演了 他加一分上家扣一分 这个很好理解吧 对吧 好 如果说两家是不同阵营 本家错误再会争演 上家加一分 你这是你把他骗的DQ了吗 这个就很好理解了 然后所有错误判断自己身份底牌的玩家 都会扣0.5分 包括平民在第二页的时候 也会有一个平民请 认为自己是平民的举手示意 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判断正确了 没关系 然后判断错误的话 是要扣0.5分的 然后所有的狼人在第二晚上 没有再会争演的 都会被点杀出去 那你就不会获得 那个跟这个相关的 对 不会扣分 狼人不争演要点杀 我们之前一直规定的是点杀 狼人不争演要点杀 没有跟我讲过要调整 不过上次说的就是狼人睁眼 狼人不睁眼是要点杀的 因为狼人判断自己身份相对简单一些 不过我们上一周的那一局 只有一个好人判断错了自己的身份 狼人都正确判断了 会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冤家查验的肯定是真杀杀 或真金水 我们是默认所有玩家都在正确 以及乐观的玩游戏 对 还是会的 把这个牌子可以 没关系 一会儿我们工作人员会来收 来 各位玩家请确认当前 目前的身份底牌 窥串一下 谁那儿有窥贼看一下 来 各位玩家请确认自己的身份底牌 5 4 3 2 1 2 别着急待会啊 1 现在请把你的身份底牌传给你的下架 好了 不要再碰牌了 好 天黑请闭眼 存回去 其实好像不用再穿给夏甲了 看一下刚才那张牌 所有人家暂时询一声 来天黑请闭 不用穿了不用穿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有8号玩家开始发言 9号玩家做完发言准备 我那个 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没准没好 想着说 就是把挺高兴的 能跟你做一块 希望你玩的开心 过掉 9号玩家请发言 过掉 过掉 不是这怎么弄啊 咱不能每一次电影 从哥们上家都是永远就是 啥都不给我传递 别人玩这些难度 就是听一下上家的 我难度得听11个 这怎么弄啊 下一轮帮忙忙好不好 下一轮帮忙 这轮的确先知味 我也不为难你 然后我自己呢 天生正气 我肯定觉得我是好人 但罗敬你肯定也知道嘛 为啥我能觉得 我自己是好人 不可能是猜嘛 因为的确底牌 就是给你看到那啥了 看到狼了 不信 你嘟了下嘴 你肯定不信 实话实说吧 不管你了 我看到你了 我真觉得我是好人 然后我觉得小黑 应该也不太会骗我吧 虽然你也没传达什么信息 但我就觉得我是好人 我觉得你是那个 不是我就看到你是那个冤家 冤家好吧 但为啥呀 你为啥坐哪 都能摸冤家呀 就我帮你摸冤家 你自己摸冤家 你怎么那么好啊 我不懂啊 凭什么呀 为什么呀 然后我帮你抿了一下 那个人应该是狼了 就12号人应该是狼 就11看的12应该是狼 好吧 是吗 是不是吗 因为你看他牌 你摇头 你当时不都 你赛前明白 你都贴脸说他是狼了呀 你现在都这样子的吗 哇你太过分了 你就骗人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是觉得他贴脸说 你一定是狼什么这样的 然后我看你是一张冤家 10号人家请发言 下一轮再好好说 这一轮既往不就 下一轮好好说 黄宝宝 就是刚刚我问了他 最喜欢玩什么牌 好人牌 这把是你爱玩的牌 不仅这个 我再附加你一个信息 作为你刚刚作为我的 精水投措的一个 平民被扛推的补偿 我想想啊 两个字 好人牌 两个字 又帮你排了预言家 对吧 很多信息 很多信息 因为我没判断出自己 底牌的情况下 能跟你透露这么多 非常够意思 过来 11号家请发言 我平民啊 我肯定是好人啊 就是什么身份的问题 然后我看着你是平民 然后你千万不要 因为什么晚上 我狼人正义的手 不相信磕到桌子这种 来团定你的身份 好吧 我很真诚 我最近为数不多 骗的女孩子是我妈 我说在北京的田 一点都不能 而且我收入也很高 这件事情是骗我妈的 你自己去那个一下 别的没什么了 反正陈明俊 你觉得他是狼 你就把他出了就好了 你是平民 然后我第二轮 就不会再说身份的关系 因为我第一轮 已经把身份告诉你了 至于那个9号玩家说 我赛切贴脸 说你是狼这件事情 等会你问10号玩家 有没有贴脸就可以了 对于贴脸这件事情 我很谨慎 好吧 PJ18是这么做 我就想知道一下 这一局我们有几个PJ18 好吧 至于9号玩家 你真的很苦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是你上架的问题 就是你走到哪 你上次是老岛 他两轮都没告诉你什么身份 像我 比如说我就比较简单 我只要听他的身份 他告诉我我好人 那我就投之以桃 报之以礼 我就告诉他 他的身份 然后我跟你说的是 你是平民 然后我也很真心的告诉你了 然后如果你自己搞不清楚 其实陈明俊你是可以不听的 你是赌王 你不用听他的发言 你自己赌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前面的发言 你都不用听 然后你是平民 然后 别的没有什么了 然后我 别的我不关心了 然后你最主要就是你行行好 对吧 如果陈明俊是老 你就投他一下 给他个痛快 让他早点走 对吧 别的没有 过了 上号要请发言 我对我身份底牌的判定是 我觉得我是个好人 但不一定是张平民 因为你不会 因为我觉得黄宝宝不可能 一点都不骗我 但我觉得基调应该是 我是张好人牌 但我应该是张神牌 我开始觉得你给我 我就觉得那是一员家 我就觉得我是一员家 你也不说 搞得我很难受 我真觉得自己是一员家 但反正他非跟我说是平民 那我就先再听第二轮 然后就接下来 我跟一号玩家对话 首先我觉得你得把额头露出来 真的 你没发现你今天刘海 挡住了很多 就是你的一些能力 你得把那个额头露出来 对 然后你要听清 首先你是个好人 然后你这张牌呢 是两个人一起工作 才能完成的 就一个人不行 两个人一起工作 才能完成的一张牌 能听懂吗 其实信息已经非常明显了 非常明显 实在不行 反正你肯定不是一员家 你剩下仨里面 你三分之一 你赌一把 我觉得你 你只要把你的额头露出来 你赌运肯定好 所以你试试看 好不好 没听懂算了 我信息已经给的非常多了 我相信很多人已经听懂了 什么叫两个人一起工作 才能完成 我过了 一号呢 请发言 两个人一起工作 沙白 但是我肯定秉承一致的作风 赌 我就是好人 我就是好人 我肯定是好人 然后 你的身份 由于我先赌了 我是好人了 本来我是想告诉你 你的身份的 但是你开局 你也抿出来了 那你就 坚信自己的抿直就行了 你抿的没错 反正 我近期反正也没有骗过什么女生 唯一的一个也是我妈 她刚给我发消息 说你冬至吃没吃饺子 我说我刚睡醒 唯一最近期骗的也是我妈 然后 我是个好人 两个人要工作 平民 育女列白 列女 女巫 不能啊 啥人一起工作 我在思考思考 但是我肯定是好人 因为她说我需要录额头 我一般只有好人 怕站边的时候 我才会把额头录出来 吸收天地灵气 才能站对边 但拿狼是不需要的 所以我应该就是好人 我就打赌 就是 我是好人 所以你也是个好人 但是我确定一下 下轮我告诉你 你是好人 我过了 二号人请发言 那你都赌 你是个好人了 你就把我身份告诉我呗 反正你都赌了 奇奇怪怪的 上个小时赛的时候 我接她后面发言 她说 她爸小时候打她 然后跟我的底牌有关系 然后我猜了一轮 她第二轮跟我说 我第一轮逗你玩呢 我当时整个人都崩溃了 大家所有人猜了一圈 以她为录音机点 说什么欺疲狼 她爸那腰带打她 然后我是一张狼人 然后还有她爸 上枪打她什么的 太夸张了 然后这轮直接让我抿 我塞前装杯啊 我就肯定没抿出来啊 那我也不能说 我啥也没抿出来吧 她太夸张了 那她赌她是个好人 那我也赌我是个好人 好吧 那你底牌 老人自爆吧 直接 那我是第一个发言的 我说 我就赌 那大家都赌嘛 对吧 也没有什么轮迹 几点 小黑卸了个头十 直接过了 然后她说 刚才说她是冤家 十一爆到十二是平民 那肯定也不是真的 那大家都没说真话 对不对 那所以 那我也只能说 读我是个好人 那你是个狼人 那你等一下 你就可以直接自爆 C一下 好吧 然后 剩下的没有了 我再听一下 我第二轮发言 如果第二轮发言 我判断出 如果我底牌不好的话 那你可能也不是狼人 但是 这轮发言你是 好吧 然后我谢个头十 谢谢桃桃 谢谢 谢谢初中 谢谢 谢谢十二 然后感谢大家头十 今天头十很多 谢谢 然后那我就过了 三号家请发言 我拆解一下 我拆下前面发言 首先我觉得 八给九的 应该是这个 X偏下的 就是非狼即神 因为八号玩家 在没有听到 前这位人 给他的身份定义之后 他选择快速过卖 我觉得是有点保护 这个九号玩家的身份的 所以我觉得 九号玩家 非神即狼啊 然后九号玩家 给十号玩家发茶杀 应该是 十号玩家应该是好人 然后 十一号玩家 给十二号玩家 发的身份定义是说 是说十二号是平民的 但是他又补了一句 他说 十二号 如果你看到 一号玩家底牌 是张狼人牌的话 你就直接报 所以我觉得 如果十一看到 十二底牌 是张狼的情况下 他是不会这么去说的 因为他如果骗了 十二号玩家 底牌是张好人 如果十二真看到 一号玩家底牌 是张狼人牌 那就给报了 那十一号 万一后这位 知道自己是狼人牌的话 就可能不会了 因为他补了一句 他说十二号 如果你看到 十一号玩家 是张狼人牌的话 你就报 好吧 至于你 希望你赌输了吧 然后你是一张 平民牌 我就报了 因为 就是你说 我不骗你 因为确实 我感觉 我可能也快走了 我就大大慌慌地说了 反正我应该这分 我一会可以通过 自报加了 你就通过 睁眼加吧 好吧 然后别的也没啥了 你是一张 平民牌 然后 前这位就拆得差不多了 我是不是不该拆啊 我把你拆出来 自己狼队友怎么 那我就再听一下 后这位发言吧 好吧 然后我一会看看 第二轮发言 还有没有什么 玄机 然后许儿你就是平民牌 你今天 就 也没啥 好吧 然后 你就别睁眼了 安安稳稳地睡 然后我就过了 四号 你还请发言 你又骗我 你说 你是一张平民牌 你说你这分 只能通过自报加了 而我这分 只能通过真眼加了 平民加分 不是举手吗 我真什么眼呀 对不对 你是不是 一不经意聊暴了 所以我的分 是要通过真眼加的 我就一定有点什么技能 下轮吧 我们还有第二轮发言 我真的很想赢 这个游戏 玩了几局 我的DQ率98% 我就一局没被DQ 还是从头到尾没睁眼 我就一局 我真的很想赢 不然大家老说 我玩这个特别财 所以我这把很认真的听发言 我基本对 从8到11的身份都不确定 但我确定的第一个好人 是12号玩家 因为11号玩家 一定没有骗12 这是我跟你说的 因为我要通过你来 确定我的身份 所以我不会骗你 因为他说那个什么 狼玩弄那个声音 我都听见了 他聊出那个点 他就一定不是 在狼野举手的人 所以他 你就一定是个好人牌 你是一个好人牌的话 以你为基点 你一会儿一定要真实 报出异的身份 因为你是好人 你是我们本局的基点 然后我大概听懂 你那个谜语了 他说 他说你的 你要撩撩刘海 因为刘海把你的眼睛 给挡住了 所以你的身份 是需要眼睛去看的 那预言家的那张牌 是手里有一个眼睛的 而且他说 这个身份是需要 两个人合作的 别的牌都不需要 预言家是要跟法官 去合作的 因为你要验人 法官要给你首饰 女巫不需要 女巫独个人就闭眼了 猎人开个枪 所以我觉得你 八成是个预言家 如果我对他的谜语 没有拆解错误的话 那么你也是个好人 所以你一定要 准确地报出二的身份 因为你们这轮 可能都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身份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因为我需要通过你们 来知道我的身份 所以你十二号玩家 一定是好人 你一会儿就说 一是什么身份 然后你也是个好人 你就说二是什么身份 等他说完 你是好人还是狼 你再决定 要不要报他的身份 等你一会儿知道 你是好人 再是狼 你再决定 要不要报我的身份 好吧 但我知道 我一定不是平民 你就看嘛 如果你是狼 我也就不从你这参考了 我就从那边参考了 你要是好人 你就真实地把我报出来 然后 因为我现在不知道 我什么身份 我就不报你身份了 你自己玩吧 等我听完下一轮 我知道我是什么身份 我才报你的 你别管我了 你想怎么跟圈圈聊吧 我过了 我和我家请发言 可是他不报我的身份 我怎么报圈圈的身份 那我不报圈圈的身份 圈圈怎么报歪格的身份 这不坏了吗 这不是五线死循环了吗 但是我听啊 我觉得一号是好人 我觉得三号就是狼 所以三号跟四号说的 应该是假话 所以四号应该是张神牌 你应该是好人 你要是好人 我也是好人的话 你就告诉我 然后这样的话 就我好怎么传递啊 他这不告我身份 我以为我是狼呢 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 我都准备一会儿 我就要睁眼了 我都不知道 该不该告诉你 但我也是瞎猜的 只是因为他没告诉我 我在听他第二轮 看看他怎么判定 我反正是觉得 三号得是狼 因为我会觉得 二号应该会认为 一号是好人 所以他可能会觉得 一号跟他说实话 所以他说的应该是实话 我觉得三应该是个狼 然后至于 我觉得徐姐应该不是神 他应该除了平民就是狼 你可能会是狼的点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因为王宝宝 他不是说你要抬手 你小心晚上碰到吗 说明他昨天晚上 可能举过手了 不小心碰到了 他才会有这个思考量 所以说他很可能是 摸到的是张狼牌 所以你不是平民就是狼 然后你圈圈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圈圈就是一张 得睁眼的牌 反正可不是平民 然后至于是好人还是狼人 我就只能下去就告诉你了 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 去告诉你的阵影 因为我还不知道 我的阵影是啥样 然后我听出来的狼 我觉得一是好人 我觉得三可能是狼吧 十二有可能 然后我觉得九号 其实有一点点像 因为八号对于 报九号的这个身份 比较忌惮 所以说我感觉 九号可能有 你就夜里睁眼就行了 我就过了 六号娘请发言 别人上家说的话 我都不行 干吗 哎呦我天老爷 我怎么会选丢话 主要是没习惯 坐 我说别人说我身份 我说我都不太相信的 但是小郭说我身份 我是相信的 小郭说我要睁眼 那就是要睁眼的 但小郭你肯定是好人 我觉得你有可能是好人 因为你们觉得三是狼 他如果是狼 你也是狼 他就要告诉你 让你要睁眼 不然你不睁眼 他狼少一个 你是好人 他也应该是好人 我可能是睁眼的身份 我不太知道 恰似的下轮听听小郭 我相信小郭说的 然后 上一次我做六 是京城大师赛第三季 好像 然后 哎 还是这个角度 上次还是这个角度 看着歪哥 然后歪哥这张底牌呢 我觉得我有可能是好人啊 但是我不把这个字 说出来 对不对 我只能形容一下 我看到的这个底牌 这张牌呢 对面的阵营看到 七号玩家摸 闻风丧胆 这叫什么 是有 举报十一号玩家 说我一个猫 是白痴 哎 这张牌 七号玩家一摸 我绝对是闻风丧胆 我觉得他应该心里有数 但是其实有好几张牌 他 其他那个 那个阵营的人 会看到他闻风丧胆 对不对 但是其实就范围很小 因为其他几个人 说的牌也蛮明显的 好像前置都没有什么 太明显的 我觉得大家这一轮 这次和上次不太一样 上次很细节 都是直接 你恋人 冤家 白痴 女 全都是一个一个 报下去的 为什么今天根本 没人讲身份啊 为什么许儿一来 他们就开始不报身份 我们上次完的时候 他们直接每个人 把下降的身份 念出来的是 搞笑的 对不对 然后我跟歪哥 就说我觉得歪哥 应该能猜到个大 差不差 但是我也不能确定 我是不是那个 所以我说的是 对面阵营的 对不对 我还是尽力 尽力骗一骗的 然后至于其他的 然后那个 我等小郭给我 好不好 小郭这个 这个点影重重 我很少错 如果错在您手下 我觉得 也是别有体位 别体位 别有一番风味 一番风味 好 麦过给七号玩家 因为我知道七的底牌 所以我想听七号玩家 分析一下场上 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那个八号底牌是平民 就是八号底牌是平民 因为感觉我们没有逻辑基点了 我也蒙我自己是好人 我也蒙我好人 我没有太信六号玩家说的话 没有特别信六号说的话 而且我也不觉得 五号告诉六号六号 就一定是好人 我可能下一轮要把六归了 可能 因为我觉得六号有可能是狼 但是相比较三号来讲 二号和三号 他说你是狼 你大概率是狼 还有一种就是 你俩是对立身份 因为在这个板子里面 他说你是狼 其实就相当于给你发查杀了 这个板子里面 其实二号所说 你自爆能C100 就是不存在的 我们换了规则之后 如果狼提前自爆 是一个特别蠢的事 因为一定是落后一个轮次 对狼人来讲 所以不存在C100 所以二号 他告诉你是狼 相当于二号给你发查杀了 所以二十三的身份 已经不同了 那你再听下一盘的 在定 那八号 你的底牌是平民 你的底牌是平民 所以 因为你不告诉九号信息 所以就没有办法 我们到现在 连原家是谁都不知道 起码原家得跳一下 所以说原家 可能是真的 就是在狼人手里了 所以才没有出现原家是谁 边都没有怎么办 然后我觉得一号 人家也没说真话 你看你跟十一号就不同 同样是妈妈发信息 起码十一号正面回答了 你说你刚醒 你也没说到底 吃没吃饺子 所以你可能也没有说实话 但你底牌是不是狼也不知道 前面 反正第一轮听完这 我觉得如果八号能够信向 我说他是平民的话 我觉得 以八号人家为起点 我就可以再听一文 反正我是归票位 对吧 那就看看归个谁 你先别自爆 我归你说你在自爆 好吧 要不然你万一你说 你要是个好人自爆了 多多内 你是狼人自爆也很亏 所以我觉得这个板子 应该是没有人会自爆的 我看看第一天先归谁吧 我过了 第二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谢谢那个豆包 谢谢那个 汤圆 谢谢卢卡斯 谢谢豆包 谢谢呼呼 谢谢KK阿萌 谢谢 好 第二车发言了 八号人家请发言 逻辑机箭其实不在我这 你仔细回想一下 我先一会儿再跟你聊 我先跟你说逻辑机箭 为啥不在我这 得是在圈圈那 我告诉你为啥 是因为圈圈你只要知道他是好人 他说的我才能信 所以我得听你说他 所以现在我逻辑机箭其实没有 还得在你那 是不是这道理 因为我听他 我怎么哪敢信他呢 我勉強给出一个逻辑机箭吧 我觉得 我觉得你说二给三发查杀 我自己觉得三是狼啊 二说的是对的呀 所以你说他俩不能阵营 反正我觉得你有浅捞三的意思 所以我没有觉得亲爱人家给我说的是真的 所以我有可能是个狼人 我有可能是个狼人的情况下 我就没有帮他告诉你太多关于你的信息 但是你差不多排完了对不对 排完了对不对 因为那边是你给他发的预言家 我们拆解一下许写 许写太夸张了 直播间让别的嘉宾把头露出来 我真听不懂 咱们说一下身份 两个人配合的 我本来是跟这个四号拆解的是一样的 后来我仔细想是猎人 猎人发动机能带走一个人 只能两个人配合 他不能带走空气吧 得是猎人 所以你是猎人 招有愿家了 这个开牌前四就说自己是女巫了 所以齐了对不对 女巫猎人愿家 还剩一个白痴神牌 哦好像歪哥是白痴神牌的一个人 哦那我 哦那我又是好人了 你的身份三号玩家其实已经拆解过了 几乎是百分百正确 我觉得我对你够好的 好吧 我听一下 我只要听出了六 我就知道我是不是那个啥 你再去感受一下 他说的确实是有道理 9号你要请发言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不是狼就是神吧 但神会比较难以判断 因为我还得在女巫猎人白痴 剩下的三个地方去找 我第一个论我是 首先我是真觉得我自己是好人 但我会跟着局势 如果这一轮比如说 我觉得我更期望 因为我是狼的话 我会编一个虚假的信息 去给十号玩家 但我现在我觉得 有点难搞 因为我听完这个发言之后 我很难去给十号玩家 去更改信息 这个信息 我就不好更改 我只能跟你说你是预言家 但是你敢不敢在预言家 地方睁眼 你得看你自己了 我没有办法去跟你说 你一定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自己都没有特别笃定 我自己身份一定是那个 而且我很难睁眼现在是 我是狼其实比较好睁眼 狼反正我就睁 不睁反正到时候也把我DQ 现在是如果假设 我是女巫猎人或者白痴是比较难的 你看六号玩家给七传达的信息 六其实给七传达的信息 是假设六号还真觉得自己是好人 或者他觉得 其实有可能骗不了七号玩家的话 那七就有可能会是女巫 或者猎人 我觉得这两个身份 会威力更强一点 但本身他的狼也是比较让人 那个嘛 因为每一刀都是神 所以 七的身份跟我有点类似 我比他多一个白痴 就是我是这么想的 然后三号玩家 我是觉得 的确像七号玩家说的一样 你不用自报 我也觉得你大概率是狼 大概率是狼 所以聊那么多事 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然后我觉得十二肯定是好人 场上现在平民其实是挺多的 你看 七号下来 你的身份你应该知道吧 你是非平民即狼 你是不存在神的 他是好人 你就是真平民 他是狼 他就希望你在平民 狼也不要睁眼 通过这样的方式去DQ 这是你的身份 然后我觉得十二肯定是平民 或者是好人 然后那边不敢说的人全部都是狼人牌和神牌 所以这一轮我可能着重要听的是四五六这个地方 就你们那三个那个位置 四五六七这个位置不是狼就是神 基本上全是那些乱七八糟的 包括二十三这个位置 好吧 然后这板子可以不厌人 阅言家不睁眼是没什么事的 你能明白吗 但睁眼很帅 你要不要帅一下 你自己想一下 好不好 我判定 因为九号玩家说前面不说的里面不是狼就是神 其实我觉得到你这儿狼坑差不多了呀 你如果判断自己是好人 可以比较确定 但是前面也没有预言家的信息 我不是很确定九的身份 我不是很确定九的身份 如果我是预言家 这把还真的不是特别拿的准 但你不是平民 你判断错了 你不是平民 你确实不是平民 想一想 我觉得如果九是狼 如果九是狼看到我的牌是狼 应该会有一些传递 不会直接说我是预言家 所以我的底牌应该是好人 但是不是预言家还真的不肯定 可能不会睁眼吧 可能不会睁眼 应该大概率是好人 我觉得不太像狼 我觉得三那个位置 就不管三的底牌 这样七说的 二三里面是产狼的嘛 要么二在骗三 二三那个位置是堆立面 但是无论三的底牌是怎样 他这轮我觉得他是认为自己是狼的 那三这轮认为自己是狼 那他告诉四的就是一个假信息 而且四不太是他的同伴 所以四的底牌 我觉得应该是好人牌 这是我判断的 因为我觉得不管 二是真的跟三说还怎么样 我认为三是真的觉得自己是狼 所以抱着你平民 因为你就不太是他队友 你可能是神 四那个位置比较像一个神位 所以你应该能把五的身份抱一下 去排一下 我要不要在预言家 反正我判断自己不太像狼 但我就有可能在预言家 叶睁眼或者不睁眼 下一轮再收集信息 你确实不是平民 谢谢KK阿芒 谢谢火花和西岩 谢谢方cast 谢谢三个头使 行 过了 11号呢 请发言 不 我不是平民 我是好人 我针对颜 你有分吗 你不有分的吗 那为什么要让我猜啊 呦 毛病 那我万一 我不是平民 我万一在别的叶睁眼了 怎么办 打个比方 我在猎人 女巫白痴叶睁眼了 我被狄克了怎么办 没那么多狼 我肯定不是狼呀 二不管二是狼 三肯定是狼呀 对吧 因为我不用分别人 就简单点 不要把人心想那么险恶呀 那他 除非你玩法有问题 你看到我是狼 你就说呀 你出我不就完了吗 对吧 你说我是狼 我肯定自爆 我比三爆的还要快 这没什么好想 你就自爆 自爆 狼都觉得自己是狼 我认为那个六不肯定是狼嘛 因为六说七是好人 然后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想让七来告诉他 七告诉他 等会我归你 所以八也有可能是狼 六八里面肯定有一个狼 他不存在是平民 他就骗他狼人别睁眼被DQ 这还能是什么 然后他想把他报平民 让他把他的身份报出来 所以你是好人 你看他是预言家 那就预言家 那你等会就投我一票 告诉我是不是狼就好了 我是狼我也 大结局了 那我是好人 你没道理骗我 所以你能发现我是狼 是这个意思吧 我是狼你也是平民 这样行了吧 我没骗你 对吧 那还能怎么样 那我是狼是啥意思 我是狼 我看到他是平民 我认为他呢 我晚上也杀你 预言家 看不懂 我们这把狼 没什么太大机会了 这把狼还有什么机会 肯定是狼了 因为没有任何理由 打个比方 想不通自爆了 不用自爆 你自爆 法官说自爆不成功 二一秒死 对吧 那没道理这么去骗你 骗你没有意义 他骗你就是 就秀你 想秀把你秀的自爆 你觉得他有必要 把你秀自爆吗 没这个必要 没有什么带他深仇大恨 对吧 而且你自爆了之后 他身份也不一定会变好 你自爆不成功 他一秒死 一秒死 所以你们还没有到这种 这个场上就一定要 就把你秀的哪哪都是 对吧 对啊 所以就肯定就投你了 三号 然后至于六八里面 那个狼 你们自己弄吗 那我是狼 你等会投我一票 我们狼赢都赢不了 你让我把分加了 所以九肯定是好人 十二也是好人 别的没有 六八里面出一个狼 不就完了吗 我本来以为 那个 我本来 四肯定你也是好人 因为他是狼 你是狼 他看到你 他就认了 他不会让你再偏 因为狼不真眼会被DQ的 所以如果你看五十郎 你就好人 你不用去想了 就跟我一样 你是什么牌的事 他跟你说平民 现在稳定的一张平民在这里 对吧 他一肯定是好人 他不会让一去那个的 那懂了吗 就没有了 好吧 你觉得我是狼 等会投我一票 我就这句话了 好不好 我也不想拿神的分了 过了 十二号 请发言 王哥他有这么好心 因为他这个状态出来 就是今天告诉我 我板平民 要不他自己是个狼 我是个神 他不告诉我 夜里偷偷给我刀了 要不就真他是个好人 我是个平民 我觉得那无论如何 我肯定是个好人嘛 这么简单的字迷 大家是不是稍微想的 复杂了一点 两个人 他一起工作 他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字迷送给你 原来大家小林圈 就是都在想两个人一起配合了 我说的是工作 工作的工 两个人一起工作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是好人 所以你的身份 我就直接给你交了 我原本是觉得 如果能够透过这个字迷 你能接收到自己的身份是什么 那你就不用 就是如果狼人没接收到 你晚上还不吃这一刀 但是现在是 你一定得吃这一刀了 你就去找个狼毒吧 只能是这样了 不是 他还在研究呢 两个人一起工作 你屋的屋 会写字吧都 他还在研究 我都在跟他说 对呀 就是两个人一起工作 那不是 对呀 字迷 大家没上过大学 他应该是 不对 这个事情 你还没上过小学 你问问妈妈 你妈妈以前给你报的那个班 是不是也骗了你呢 你妈可能也骗了你 然后反正你是个女巫 但你这刀你肯定要吃了 你就看看毒谁吧 我本来想的 如果你能接收到这个信息 那你就 你有可能晚上还能救个人 那你现在就救不了人了 只有毒药了 我过了 1号呢 请翻译 其实你说之前 我就猜到我是女巫了 真的 因为前面一个说我是医员家 下一个说我是猎人 所以我觉得我是巫 然后你说两个人一块工作的时候 我想的是得有人先刀了 我才能救 我说这想法 但是 但是这一把没有逻辑基点的原因 是因为以前每一次我玩的时候 我都是最诚实的那个人说了实话 而这一次我没有 藏了一点小坏 你是狼 我是想让你 就是 我是想让你那个被DQ来着 但是现在算了 我反正是女巫了 然后这一个狼 那一个狼 我得找个毒 你俩就看看 你俩觉得谁刀的毒 反正都刀我 那就随便了 谁爱抱谁抱吧 反正我就从你俩当中毒了 我也不管了 然后 我觉得12就是好人 应该就是好人 因为 因为王宝宝 他是 他每一次在夜里 别人撞一下 或者出的声的那个阶段 都不是他的真实身份 这是我在小洋菜 做他边上那么久以来的经验 每一次他混子夜 砰砰在边上给我两拳 他都不是混子 狼人夜给我捶两下 他都不是狼 所以他就 狼人夜出的声 他就看的不是狼 所以你就是好人 所以我就是女巫 那我是女巫 我晚上就从你俩当中开毒了 然后你确实是狼了 你自己抿得非常厉害 抿得很棒 然后我觉得 圈圈肯定在骗外哥 这是肯定的 因为他说 外哥拿的这张牌 是让狼人 是让大家闻风丧胆的牌 如果外哥是个好人的话 他不怕自己拿狼 所以他是 他不怕自己拿狼 跟外哥说了这个消息 所以他不可能 说出外哥的真实身份 所以圈圈肯定在骗人 其他就没啥了 我也觉得四是好人 四是好人 我是女巫 赢了 过调 二号 拿起发言 其实 首先你想一下 十一是不可能 告诉十二 他的真实身份的 这是一个逻辑基点 所以你 他抱你是女巫 你就信啊 上一轮他还 他还点了我一票 他肯定就开玩笑嘛 对吧 他抱十二好人 你就信 然后信你是一个女巫 怎么可能 我给三的是一张女巫 所以 所以 十二一定是一张狼 他在 他在骗你 然后 然后上一轮呢 其实我说了假话 是因为 我确实赌自己 是一张狼人牌 然后我就说了假话 我说给他的是一张狼人牌 然后我想就是 看一下嘛 但是想了一下 还是说这个游戏 大家还是得认真玩嘛 因为我给三的底牌 是一张女巫 所以十二对异 一定是说了假话 当时 当时六给七说的是 是一张文风丧胆的牌 然后当时我想的是 文风丧胆只有 女巫和狼王两个嘛 没有狼王 那只能是狼人 但是我给三的是一张女巫 所以我觉得 七号是一张狼人牌 然后上一轮我说了三 是一张狼人他自爆 然后七说三 你别自爆 就给三传话 说你千万别自爆 你别以为 自爆就能say 就这意思 然后所以我觉得 七号可能是一张狼 然后十二是一张狼 这个 我想出十二 所以你的底牌 我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给三的 确实是一张女巫 然后十二一定 抿出来了十一 就是在对他说假话 然后他一定在骗你 好吧 所以那个三号 你是张女巫 夜里你就睁眼 你就看毒水吧 然后 我想一下 夜里你睁眼 你看一下你毒水吧 反正你一定要睁眼 因为晚上 你一定会吃刀的 然后你看你毒一个狼吧 如果说你给四号的是一张狼的话 你就直接说出来 咱们今天就出四对不对 如果不是的话 然后你就 把他具体身份爆出来 然后咱们外之会出 然后那个 你是一张女巫 我给你的是一张女巫 上一轮确实说了 说了假话 是因为我把自己 当成一个狼 但是十一给十二 不可能报真身份的 所以这一轮我就说了真话 然后你是一张女巫 我肯定是个好人 我过了 四号呢 请发言 那咋办呢 硬挺着呗 我是女巫是吧 双腰的 哎呀 我想想啊 因为这个情况 就是这么个情况了 我该怎么样 那个什么呢 雪儿 我不知道那个狼人叶 不睁眼 要被那个啥的 那你可能需要睁一下 不是真的 有一说一咱们 因为我 因为我刚刚感觉 我大概率可能要记了 然后我想 主要是我现在 我跟你这么说 我 我帮 我一爆了 然后你不睁眼 你也被DQ了 那我们 二三四 这没了吗 还有一个孤狼 惨兮兮的 所以 只能一会儿 我选择 可能 哎呀 我选择 我抱一手 然后你真得睁眼 你得 你得刀 要不然你再不睁眼 你再被DQ了 咱们就彻底没得玩了 好吧 然后 因为现在已经 基本上是属于裸了嘛 所以我就只能在这里 就是说了 然后 他肯定 就是女巫 他可能只能读一个人嘛 我自爆 他读二 你看一 也不够 那没办法 那我不可能让你 不整眼再被DQ了呀 那横竖咱博一博嘛 对吧 是吧 然后 就这种情况 我到底抱不抱 我这本来就挺害怕 自爆这件事情的 我想想 我再听听后缀的发言吧 好吧 然后也让我的这个 收集收集 收集收集点东西 然后你真的 你得睁眼刀人 你再不睁眼的话 你再被DQ了 那还有个孤狼 他万一也不睁眼 也被DQ了 就基本上没了 因为 我抱 读他 你 不睁眼被DQ 那就没了 所以我只能在这里 说出了你的身份 好吧 然后别的就没啥了 我一会看看时机吧 好吧 我再挺一会儿 我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你把我当傻子哄 是不是 我在你眼里这么菜吗 这个刚刚十号 十号玩家说我是好人 十一号玩家也说我是好人 你们俩是坐着双狼在这 我肯定不在狼坑里 因为我要是狼 那边也双狼 咱们就五个狼了 所以我一定是一个好人排 而且我 你得自爆 因为你看 我是个好人 而且坑排完 我也是个神牌 你不自爆你队友 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 所以你得自爆去夜里 告诉他们 我是那个啥 是那个啥 然后我也就是命苦 我前面做了个狼 我这身份分我也不要了 我现在就不睁眼了 我平民 平民夜我就举个手 是平民 就是了 不是平民之分就不要了 我就肯定保证 自己好人不被DQ嘛 然后就没什么了 然后小郭你是个好人 你把六身份报一下 因为你看我好人了吧 我肯定好人 但我就不说你身份了 因为你看 他们现在两神已经裸了 那是一个女巫 那个应该是个预言家吧 因为没有人认预言家 所以 咱们也不知道 剩下狼在哪 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个人分 没那么重要吧 因为我如果把你身份 报出来 他们坑就明了嘛 所以我就不说你了 因为你睁不睁眼 问题也不大 你就别睁了 然后你平民夜 要想举个手 也举个手 无伤大雅 咱们俩就平民夜 一起举个手 就可以了 好吧 但你一定是个好人 你就把六的身份 报一下 你说一下他是什么 你不自爆 他一会儿还要 爆六的身份 你也不能给你队友 传递我的身份 你就自己看吧 反正我肯定是好人了 我不可能做你狼队友的 我觉得狼有可能是 二三六七 嗯 我听听小郭 爆六是什么吧 我要过了 我是个 你是个好人 嗯 跟我 马上跟我一起举手吧 过 五号你要请发言 六是猎人 因为六号他被 他也不可能会被刀嘛 你就在猎人夜睁眼就行了 因为他 他那个狼也不可能去刀他 你看我一开始都跟你说 你需要睁眼嘛 因为我觉得我 得是好人 因为二三是双狼 然后如果四号再是个狼 那我也得是好人 因为不可能七八九 都不开狼嘛 所以他是好人的话 他告诉我的应该是真的 他是狼的话 也没有那么多狼了 我就里外里都得是好人 所以我 我肯定是个好人 我告诉你的也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七八九 七八九十里面 我觉得都有问题 我觉得十二像好人 然后一号是女巫 然后二三是狼 然后两个狼了嘛 然后 然后所以我 我觉得我是没位置了 然后你这也不怕挨刀 然后也 就避免好人被DQ嘛 然后再加上 就是也 也省得吃毒嘛 所以说 你看着情况 但我觉得你看着 因为我 我听你说 我反正觉得七八九 肯定得开狼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个好人吧 闻风丧胆 那能是啥呀 狼网呗 一听歪格 闻风丧胆 那肯定是个狼啊 那这我都分析出来 七号一个狼 然后八号呢 不知道自己是啥 然后又不太敢报酒的身份 那九号 现在省的位置也七七八八了 那九号呢 也得是个狼狈 那我猜的呀 然后我就过了 六号要请发言 大事不妙 上周 做六的也是个猎人 他在猎人夜真的演 今天怎么 但是我从来 我玩着点影中 从来没有人这么细节的告诉我 我的具体身份 直接是猎人两个字 那我应该会在猎人夜之间 就如果我是狼人 我觉得小郭愿意说 我是猎人 这么细节的词 而且他还得读我手上这张 是不是猎人 对不对 然后 如果我真的是好人的话 我就把身份告诉歪哥 歪哥呢 很明显 他这个身份是一个好人的身份 对吧 他这个身份是个好人的身份 什么牌 狼人看到 歪哥拿 闻风丧胆 只有两张牌 总不见得是原家吧 他拿狼头打鼓 说扛推带势 都来不及 怎么可能是原家呢 不可能 白吃牌也不可能 二选一 所以一号玩家 你的底牌 就出了一些问题 看你是相信 六跟七说的 还是你相信十二 当然其他也不是啊 因为你们这也出了一个 这个牌嘛 所以小郭跟我说的 也不一定真的 因为两张牌里 我给歪哥选一张 就这两张 底牌 歪哥可以心里有数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是好人 但不一定是猎人 就是小郭说的 对吧 其他没有什么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平民 或者怎么样 反正就是一个好人 我觉得 因为他如果是狼 不会这么盯着我的眼睛 跟我说这么多 最多就不是猎人 我大不了就平民业 我举个手 这种 然后当然 一号玩家就参考一下 然后你们听七号玩家说 七号玩家说上楼要归我 我不相信小郭这么看着我发言 我是狼 他叫我猎人 别的没了 除非七号玩家说猛归我 然后感谢一下小拽 就是圈圈的小三的 这个花花 感谢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小拽的花 七号玩家请发言 那今天出二号不是一定是狼吗 因为一号自己都认为自己是女巫了 就是一号认为自己底派一定是女巫 所以他说出二号是狼 因为全场没有人给下队罚狼人 这一轮二号都说三号是女巫了 所以全场只有二号说自己下阶是狼人 那就只能出二号 对吧 因为只有一号说二号是狼 所以只能出二了 然后你这样 他不是说我是女巫吗 十二不是说你是女巫吗 你先睁眼 我先不睁眼 你睁眼你被 你被DQ了 那说明十二号骗你 那十二号就是狼人 如果你睁眼没被DQ 十二号没骗你 十二号就是好人 你就把六堵了 因为六号在骗我 你说这个办法是不是一定的办法 然后十号 你就不用跟我们一起投二了 因为你你一定是好人 你呢 因为全场只有九号告诉你 你是原家 你就原家也睁眼 你原家也睁眼 你活着呢 九号那就是好人 你要是死了呢 九号就骗你 九号就是狼人 然后你肯定底牌是好人嘛 因为你没有说十一 十一号是不是狼嘛 你就单票 你比如你今天跟我们一起投二了 说明你看过十一号的牌 十一号的底牌呢 就是 就是好人 你要是投了十一呢 那你和十一里面就会有一狼 这是 这不安排吗 然后三号你也应该是狼 你也有可能在狼坑里嘛 因为你是任狼 你是跟大家说 我要自报 我要自报 那你就向任狼 那我们今天先规格二呗 对吧 这不是一定的吗 然后一号 这样咱俩就安排 你就先睁眼 我就先 我就先不睁眼了 因为 如果是六号先说我是女巫 十二号再报你是女巫 我就一定有责任 我先睁眼 但是十二先说你是女巫的 我也觉得你像女巫 所以就你先来好吧 我就不睁眼了 因为得是 那不然怎么弄啊 对不对 那我就规格规格二号 我过了 所有玩家发言结束 各位玩家请自由投票 来三二一 请出票 一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九号 十号十二号投票给二号十票 二号投票给谁 二号投票给七号 十一号投票给三号 二号人家十票出局 请发表一言 平时大游戏没人交战编 打个电影重重有人交战编了 给个茶茶 我还不知道自己底牌是啥 有可能是个好人 但是我跟你说 你的底牌好像不是女巫 可能我是你狼队友 但是你的底牌应该不是女巫 因为我听六给七包的身份 真的蛮真诚的 十二可能在骗你 就是我底牌可能真的是你看的狼 但是你的底牌可能真的不是女巫 我出局了我是狼对吧 但是我没必要再吸你的脑 你的底牌不是女巫 你想一下你底牌有没有可能成为一张狼人 因为六给七包女巫的身份 你想过猎人去骗七干嘛呀 除非你定七是一张狼人牌 但是你给我发的是狼人牌 七为什么一定要归我呀 所以你想一下 而且他给你说什么两个人工作 你在桌子上写了都五分钟了 你都没想出来 怎么可能 就是能听出来他一定有没有骗你呀 你自己想一下 他真的写了五分钟 然后最后他说毒人的时候 他才反映过来 他是一张女巫 然后三的底牌我就不用说了 虽然我是个狼 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会把自己弄DQ 所以我就不说三的身份了 然后狼也不用管他 然后我觉得你底牌可能是狼 你夜里考虑一下 要不要在女巫夜睁眼吧 太夸张了 为啥这板子有人交战别人 我还唯一接茶沙的 然后我再想一下 要不要包 反正他底牌是张神牌 我觉得不用管好吧 真的是张神牌不是女巫 然后那我就过了 二号人家宴结束 先不要着急啊 大家不要带亏 我们先谢一波鲜花 今天花稻稍晚了一点点 首先先感谢送给一号人家陈明俊的鲜花 来自昆昆西 然后留言说 向着诚实正直的道路 一定会有一个问心无愧的归宿 我们带着诚意慢慢来 只要在变好的路上 慢一点 无妨谢谢昆昆西 送给一号人家陈明俊的鲜花 接下来感谢送给陈明俊的 来自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的鲜花 留言说 旺仔同学 你即将收到来自会员群的一份快递 骑手圣诞老人距离你还有0.5米 希望你的快乐不止圣诞这一天 你的快乐是每一天 京城的寒冬已至 大时赛的春天永在 我们的盛夏一起期待 感谢非正常人类研究中心 送给一号人家陈明俊的鲜花 接下来同样感谢来自 ZY送给一号人家陈明俊的鲜花 留言说 世界纷纷扰扰 旺仔只想吃饱 愿你满载而归 开心就好 谢谢ZY送给一号人家的鲜花 谢谢 接下来感谢一下送给二号玩家 好了吗 我们一会儿的 路卡斯那个遗书 大家一起写 接下来感谢一下 送给二号人家果冻的鲜花 谢谢 来自小果冻粉丝后援会 留言说 这个世界上有个很可爱的人叫果冻 他现在正在听着这句话 祝这个可爱的人圣诞节快乐 感谢小果冻粉丝后援会 送给二号人家果冻的鲜花 谢谢 接下来感谢一下送给三号人家陈鲜杰的鲜花 来自陈鲜杰的会员群 留言说 玩好 感谢Malance送给三号人家陈鲜杰的鲜花 留言说 冬至快乐 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春节快乐 谢谢Malance 接下来感谢一下 来自 Hello 马仔穆斯梅花兔 送给三号人家陈鲜杰的鲜花 留言说 这世上本没有圣诞老人 所有的惊喜都来自爱你的人 愿你接下来的生活 有努力 有付出 有收获 有快乐 有满满的爱和糖果 谢谢 马仔穆斯梅花兔 送给三号人家陈鲜杰的鲜花 同样来自 送给三号人家陈鲜杰的鲜花 来自陈鲜杰的甜甜屋 留言说 叮叮当叮叮当 陈鲜杰圣诞快乐 每天都要甜甜的 玩得开心 再后记得要发大红包 感谢 接下来 依然是送给陈鲜杰的鲜花 来自小玉 留言说 嘿嘿哥 圣诞节快乐 花再不拿回去就谢了 感谢小玉送给三号人家陈鲜杰的鲜花 谢谢 接下来感谢一下 送给雪儿的鲜花 来自 大大小猫咪 送给港雪儿的鲜花 留言说 世界上只有两种鹅 一种炖是炖在鲜锅里的 另一种是 肥的一锅炖不下的 你是哪种呢 祝鹅圣诞快乐 全秦州 玩得开心 谢谢 谢谢 我们送给四号人家 耿雪儿的鲜花 接下来感谢一下 送给圈圈的鲜花 来自圈圈的小三 留言说 世上本无圣诞老人 所有的惊喜和礼物 都来源于爱你的人 圣诞快乐 谢谢 谢谢小转 好 接下来感谢 送给雪儿鱼的鲜花 来自徐家人 留言说 哇好大 留言说 叮叮当叮叮当 雷儿响叮当 圣诞到 徐姐庙 偶尔点对狼 犯了错 黑黑笑 弹幕多体量 不分票 投对狼 好运在身上 谢谢 徐家人送给 十二号玩家 雪儿鱼的鲜花 谢谢 最后 每人收到了一束 来自 路克斯的鲜花 给镜头看一下 谢谢路克斯 谢谢 谢谢路克斯 谢谢路克斯 路克斯祝所有的嘉宾 圣诞快乐 感谢路克斯送给 每一位嘉宾的鲜花 谢谢 你别着急 你还要入夜 我要问一下 你认为 你现在就可以收了 不不不 来 各玩家请代亏 准备入夜 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发送一个福袋来自我们下方小手柄 这款游戏啊 九州先锋传 依然是两个信员 各位玩家 然后代亏 然后我们各位 两个信员 各位玩家 然后代亏 我们各位 各位观众老爷们 现在就可以点击下载留好截图 准备抢福袋了 天黑请闭 好 吉他 好 多优优 你们 我 不用镇 我 我们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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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我就想让他们不敢刀七 因为Y哥的猎人 不是一直我们都 每次拿到猎人 我们都也很怕的 我怕他们就不会砍他 就怕他带人 所以七号玩家就有可能不会吃刀 但是我就确定是猎人了 所以他就只能变女巫了 所以七肯定是吃刀的 然后一肯定是在 女巫夜睁眼的 然后Y哥让一号玩家睁眼了 然后那二三是狼 对吧 Y哥肯定独了一个狼 Y哥 我看了Y哥底牌为女巫 那百分之一百死掉的是一个狼 对吧 龟的二也是狼 然后还有一个真言 那就是只剩九号玩家了 然后他把十号玩家弄DQ了 我愿意相信四号玩家是好人 你是真言的狼 你还告诉小郭 叫小郭把我的身份告诉我 我觉得不太会吧 所以因为九号玩家如果是好人 就应该告诉十号玩家 十号玩家肯定是DQ的 不然七是可以救死的 他们砍了七 七是可以救死 七不可能误真言的呀 我的身份都告诉他了 还误真言不可能 而且Y哥本身就 我一个字不说 我觉得Y哥也可以从外职位 去排到自己的身份 对不对 所以我会投九 过了 九号玩家请发言 没想到吧 我是约家 我一来四十个狼 我第一轮 我是自己 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我是随便给十号玩家 发了一个约家的身份 但第二轮 到一圈没有人 没有人 但我自己知道他不是约家 真的懂吗 我看到他底牌是一张狼 我第一轮是随便给他 我觉得我有可能会是狼 因为小黑他不敢给我传递任何信息 他不敢传递 所以我当时 前井上那个三号玩家也传递了 说我是非狼即神的牌 这个能懂吗 所以我在自己不知道自己底牌 一定是好人还是狼的情况下 我选择的是 首先我知道十是个狼 我有可能是狼 我有可能是好人 在这个期间我怎么去传达呢 我先给十号玩家去穿一个约家的衣服 因为我不能让场上出现有单边神的情况 我不能让场上有单边神的情况 因为如果有单边神 就代表有一个逻辑经典建下来 就有可能会出现 那个发茶茶的情况 这是我当时的想法 但是到第一圈发完所有的言之后呢 没有人去跟预言家对跳 那我知道十号玩家不是预言家 这个道理能懂吗 我不知道十 我知道十不是预言家 但我场上没有人出现对跳 那我是不是底牌只能是预言家 我底牌只能是预言家 那八是怎么死的 八肯定觉得自己是狼啊 其实外根应该跟八号玩家说的是真实的信息 八应该是平民 但是八号玩家觉得自己是狼 这个能懂吧 他其实是想夜里面把我这个信息给搞掉 他夜里想砍我 这个道理不知道你们懂不懂 狼的话 除二号玩家三号玩家和四号玩家的话 我觉得最后一个有可能 有可能是在十一十二这个位置 因为你看 现在你知道 既然是女巫 既然是女巫他不会读明狼 我觉得他不会读明狼 我觉得他应该读的是夜里的十一十二这个位置 然后其他我觉得没什么太多 因为十号玩家肯定是DQ把自己递死的 然后投一下四号玩家 不然的话 我说一下 按照这个规则的话 我也没什么跟你们好变的 这个心理生 你们不知道你们能不能认得下 投一下四过了 四号玩家发言结束 购玩家请自由投票 来 三二一 请出票 四号五号六号投给九号 九号投给四号 游戏结束 好人正一副说 我是白痴 这个规则要 你是预言家 你是预言家 这个规则必须得改回去 改不改回去 你这种经验我都很难变 不本来就很难变 因为你现在首先少了一个狼 你十一是DQ出去的 你是预言家 曲儿 如果改回就 你是预言家 看透牌了 三十白痴 那很难 反正你这种很难 三十白痴啊 他觉得自己是牢的 但是没有权利 谢谢各位大门老师来解释 为什么四号人家在平民业举手 但是没有被点杀啊 因为他不是摘归睁眼那种 其实他的分数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是没有证据判断自己身份的 这项分数他得不到的 是要按照错判的身份来计算的 徐姐是十二是吧 是吧 给大家来复下房 本游戏的真实身份 四号人家 游戏 七号人家 女巫 六号人家 猎人 三号人家是白痴神 狼人是二号 九号 十一号 十二号 平民阵营是一号 七号 八号 一号 一号 五号 八号 十号 然后本局游戏 二号玩家被放逐 出局之后 判断自己身份为狼人 是正确判断自己身份的 第二夜发生事情 跟大家来讲一下 首先呢 在狼人夜争演的玩家 有三号 八号 九号 跟十二号 三号 白痴神 八号 平民 错误债亏 被点杀出局 然后当夜 九号 七号女巫 然后女巫被刀出局 女巫夜争演的玩家 为一号 平民和七号 女巫 一号玩家被点杀出局 七号玩家选择毒杀 十二号 狼人 十二号 被毒出局 然后在狼人家夜 十号 平民牌 选择争演 争错演了 被点杀出局 恋人夜的时候 六号玩家正确摘亏 争演 然后呢 在白痴神牌的时候 是没有人争演的 平民夜的时候 四号跟五号 两张牌举手 五号玩家 正确判断了自己的身份 也就是说 在本周期当中 七号女巫 六号猎人 二号狼人 九号狼人 十二号狼人 五号平民 是正确判断了 自己的身份的 那么我们本周的 基本成绩 将进行最后的 叠引重重的复合之后 然后公布在 我们的官博一期 超话互动手续当中 以上就是今天 京城大赛 第十二季 刘金岁的全部内容了 看一下我们直播间的 福袋啊 福袋已经发完了 恭喜今天所有 重福袋 逗逼的信任 宝宝 你们都可以在 一分钟之内 私信 JY大师的后台 提供刚才提到的 两人截图 一个在桌面上 有九州先蒙传的截图 一个在游戏当中的截图 个人戏机页面 带有ID的那一张 然后来换取自己的奖励 大家可以在游戏 结束之后 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 可以在我们九州先蒙传 里面唱完一下 里面也是有自己的福利的 同时呢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明天晚上七点半的 待会直播在 樱桃布丁老师的 直播间里边 我们Y哥也会做客 樱桃布丁老师的 美妆专场直播哦 一定记得去点击关注一下 另外周日的时候 会有我们Y哥的 直播大厂 是我们超超超 超头部主播的机制啊 双蛋的福利 就在我们周日的 这场直播当中 希望大家可以点击关注 设置一下开播提醒 明天下午的1点30分 会有我们京城宝宝赛 在我们的京城大赛 官方直播间里面播出 晚上的8点钟 还会有小试赛啊 也在我们京城大赛的 官方直播间 以上就是今天 京城大赛第12季 流经碎月的全部内容了 再次感谢 樱桃对本节目的 大力支持 樱桃视频来一下 在家也能玩面纱 本型随心配 欢乐多一倍 记得到各大运用商店 下载樱桃 跟我们的主播们 一起玩首次赛 我们就下周再见了 祝各位双蛋快乐 冬至快乐 拜拜 是因为有不同身份 是要骗家家的 所以刚才讲骗十亿的 所以十亿也讲骗十二 不是啊 那位就断了 谢谢大家